如果當時調局沒有炮製 這個所謂的吳泰安案 然後沒有故意去把余燈花 說成是匪諜 把他抓去關 就不會有橋頭大遊行 就不會有美麗島大審判 美麗島大審判的那些律師 蘇貞昌 陳水扁這些人 全部到後來都成了台灣民主運動 甚至於民進黨成立了 中間的分子跟骨幹 就沒有後來國民黨的政黨輪替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請問486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 要來跟大家分享有一個前輩 這位前輩呢 他對於台灣的民主的重要性 那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很多的年輕的朋友 可能比較不清楚 比較不明白 因此我們今天請到了資深的媒體人 同時也是一個社會觀察家 王瑞德 瑞德大哥 來各位分享 講一下這個是誰呢 余燈發老先生的故事 大哥跟他打個招呼 來486先生 大家好 我是王瑞德 那麼年輕人可能不知道 不認識余燈發是誰 頂多頂多知道 聽過說高雄有個余家班 這樣子 那事實上余晨月英 當過高雄縣長 然後他的兒子余正縣 對不對 也是當過高雄縣長 那麼你們不認識這個 等於說余燈發老先生 那我告訴你一個很簡單的 現在年輕人是不是可以上網 對 可以幹狗 可以罵人 對不對 可以這個大家討論的時候 在公共場所 罵民進黨 罵國民黨 罵誰都可以這樣講對不對 這些都跟余燈發有關係 你可以這樣罵都跟他有關係 真的假的 你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了 我想坦白的 沒有余燈發 沒有民進黨 沒有余燈發 沒有台灣解除戒嚴 現在還是國民黨 那個一黨獨大的時代 他的影響力有這麼大 你知道嗎 我知道他很了不起 但我不曉得這麼重要 你只知道一個余燈發 就一個余燈發這樣子 你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他自己 自己重要到一個偉人 而是因為他而改變所有的一切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余燈發事實上 我記得在486的節目裡面 我們介紹高雄的派系 對 對 黑派余燈發就是黑派怎麼人 那時候呢 戴個這個黑的 他們那時候很好玩 用黑色的那個 那個那個綁在這個手巾 對不對 有時候戴帽子等等 他是黑派的 那王金平白派 紅派 紅派 林醫師他們這些 大家不同的派系 高雄有三大派系 那余燈發自己本身 那麼他們來選 因為他高雄人 所以他選高雄高雄這樣子 他這個人都有個性 他當選高雄縣長的時候 那不是都要宣司嗎 那宣誓跟誰宣誓 有個國父的那個像嘛 下面有個國父遺囑嘛 國父遺囑下面還有個青年守則 那時候都要唸 然後都要唸 他是台灣第一個不唸的人 哇 給我小的喔 那個 我們剛才講 於是以至成有沒有 然後我要宣誓就任 他不唸啦你知道 不唸一樣因為 國民黨沒有遇過不唸的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呢 那本來還要卡他 可是問題是後來經過 發生 你如果卡他的話 事情更加大條 所以你拿他沒辦法 你就知道他的個性 很屈強就對了 我堅持民主就對了 台灣民主的 本土就對了 余頓華的個性就是這個樣子 那可是你這個樣子 我當然要弄你啊 我怎麼可能讓你那個 餅越做越大 然後影響力越來越大嘛 所以國民黨就想盡辦法 一下用這個東西來卡他 一下用那個東西來卡他 但是後來為什麼會造成 我剛剛跟大家講說 年輕人現在有言論自由啦 你有什麼 為什麼跟他有關係 在戒嚴時期非常可怕的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今年大概快六十嘛 我小時候呢 那麼我的母親都跟我講說 話不可以亂講 他們那人有信嗎 對啦 話不要亂講 尤其跟政府有關係或什麼 都不要亂講 為什麼 因為你隨便亂講的話 警察警備總部就來抓你 那時候的感覺是這樣 警備總部不去鬼還可怕 那時候那種感覺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沒有言論自由的 三個人叫集會 三個人集會 然後一群人叫結社 那這些人在戒嚴時期 都要抓去關 你知道嗎 你都不能這樣 警備總部會把你抓去關 那所以呢 余登花他因為發生什麼事 因為一件假的匪碟案 有一個人叫做吳泰安 就是我們泰安休息站的泰安 吳泰安 那他是誰 他是高雄的一個廟柱神棍 那他呢 以前專門搞這個經濟犯罪 他逃到這個日本去 逃日本去以後呢 他想回台灣 但是問題是他曾經打用電話 給調校局 一個第一處的處長說 我回來可以 你們能不能不抓我 調校局誰管你啊 對不對 回來我就抓你 我怎麼跟你談條件 他自己一想聽 還跑到中共駐日本東京的大使館 願意跟中共合作 所以他如果回來台灣 又要潛伏怎麼樣 那中共負責跟他接洽 這個人啊 是一個很厲害的傢伙 他一看就知道你是空心嘛 但是呢 拉你當統戰也OK嘛 所以呢 他不置可否假裝是可以 那後來吳泰安 經過沖縫 就是沖繩 然後呢 那麼偷渡到了 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了以後呢 就 就在這個 高雄這個地方啦 然後在廟裡面 當這個廟柱神棍 然後就自己寫了一個 台灣共和國大統領 他自己自居大統領 就想他自己好像是 台灣的總統那個意思啦 那寫綱要啦 寫提綱 然後呢 結果呢 有一天他想說 南高 高雄這個地方南部 影響力最大誰 管長余登花嘛 所以他一想天開 跑到那個余登花 那住的地方去找他 找他了以後呢 本來余登花不想見 然後後來因為 一直來糾纏 見一面看他要搞什麼鬼這樣子啦 來了以後 見人跟他講說 要聘請余登花 當台灣共和國的總司令 余登花 前面 一天就這樣 壞了 就應付他 我沒空 我現在很忙 沒有辦法這樣子 你的想法這個我知道啦 就把他打發掉就對了 死啊 為什麼 國民黨在戒嚴時期 有一個東西 叫做知匪不報 什麼意思 你知道 你知道毀疊喔 你竟然知道 你還不報 那你最佳一等 為什麼 你跟窩藏匪諜的意思一樣嘛 你掩護他嘛 所以呢 吳泰安後來被調局 扣起來 調局扣起來 要跟他交換一個條件 你就舉證 舉證余登花 說他要顛覆政府 那條件是 調局說 我們就安排一個假的審判 然後呢 就讓你重新恢復自由 然後呢 我還給你一個什麼什麼 願景就對了 所以吳泰安一直誤以為說 他自己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前騰就對了 那只要我這個舉發 咬余登花 就他就咬余登花嘛 那咬余登花以後 掉下去就砰 就到八卦了 八卦了就余登花住的地方 就把他抓起來了 連他的兒子輿論員一起抓起來 抓起來就算了 抓起來還弄了一堆 那個中共的那個什麼 共產黨解放軍的那種衣服啊 那種軍服啊 弄到一二十件 說這就是證據 然後還有這個吳泰安相關的這個匪諜的相關的台灣共和國的 判國的證據咬余登花 余登花當然說他有來見我啊 他有 我覺得他提的東西太離譜 我沒理他 我兒子沒理他 他兒子余瑞源被判兩年 余登花因為這樣被判八年啊 那因為這件事情知識體大 所以呢當時的當時的黨外 民進黨還沒成立嗎 當時叫做黨外 黨外那時候 幾個領袖人物 包括這個等於說 施明德啦 然後許新娘他們這些人 非常的憤慨 然後他們來到了高雄 來到高雄以後 他們人家在裡面啊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要申援 當時啊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哪裡哪裡是台灣的這個民主勝地 我告訴各位 這個地方才是真正的台灣民主勝地 哪裡高雄 叫頭 橋頭 為什麼 因為呢 許新娘他們這些人 許新娘那時候是桃園縣長 然後呢 他是很大的官啊 在當時啊 所以呢 他們就在這個地方 決定辦一場在戒嚴時期 要台頭 可能台頭的遊行活動 台灣第一場在戒嚴時期 所舉辦的政治性的遊行活動 就是這裡 就為了聲援余登花 然後那時候大家心裡想 好嗎 為什麼 因為根據刑法100條有沒有 叛亂 對 是可以槍決的 你知道 判死刑槍決 那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你看過那個流氓高 流氓高15號你就知道了 這是可以槍決的 所以思想犯是很可怕的嘛 何況你們要變成真正的去遊行 不管了 他們認為不管了 這次為了聲援對不對 你不聲援他們下次把我們全抓了 你知道嗎 所以呢怎麼辦呢 就聲援 事實上人數不多 第一次 他總共其實有兩次的橋頭大遊行 第一次只有幾百個人 但是震撼所有的人 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有過啊 因為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啊 各位啊 高雄以前不是民主勝利啊 高雄以前在228事件的時候 是彭孟契那個司令 直接把炮轉過來對準高雄開炮的 你知道嗎 所以呢 事實上 開箱開炮才鎮壓下來的228嘛 那高雄前高雄市長王玉瑩 他自己的回憶 那個自己的回憶裡面寫得很清楚啊 那所以呢 在如此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就從橋頭開始遊行 一路走走走 一不做二不休走到高雄火車站 震撼所有的人 因為在當年不可能的事情 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因為這個 這個橋頭大遊行 才有第二次的遊行 緊接而來才吹動美麗島的大遊行 所以這些事情都是黏在一起的 然後呢 也因為這樣子 大家發現 只要團結一致站出來對不對 那麼國民黨就不敢 像以前一樣 隨便這樣 這個亂抓人就對了 亂判刑 所以大家才站出來 所以為什麼說這個 我會說余登誇 他事實上影響到所有的事情 因為國民黨以前是一把抓 然後個個擊破 半夜抓人對不對 要不然的話就是24小時叮你 比如說林毅雄一家 林毅雄人在關對不對 家裡還是24小時派特務在叮著他家 以前國民黨是用這樣的方式 在戒嚴時期 對付這些所謂政治異議人士的 所以余登花這個案子呢 改變了扭轉了所有人的命運 余登花還是被判刑喔 還是去關喔 但關了幾年以後 就不得已就把他給放掉 但是從這件事情開始 整個台灣的這個民主運動呢 就蓬勃發展 黨外雜誌不斷的出來 然後越來越謙越來越敢講 然後呢 包括後來 不是喔 那個疫情專案 有沒有 殺江蘭 疫情專案殺江蘭 不是台灣的這個主流媒體 對不對 報紙啦 那還是電視台 都沒有 是黨外雜誌雷聲 第一個把他寫出來的 國民黨幹的 你知道嗎 勾結這個 等於說竹聯邦 然後呢 這個國民黨指使竹聯邦 去美國殺了江蘭劉宜良 第一個 砲打這個國民黨的人 就是從雷聲雜誌 當時的黨外雜誌 整個全部蓬勃發展 整個都起來啊 我記得我們當特種部隊的時候呢 在這個等於民國七零年代 查到一本黨外雜誌 獎金10塊錢 然後 有一個聯長 查到一個倉庫 叫所有的人出去 為什麼呢 聯長獨佔 好像買一部車啦 好像後來買一部車 查到一個倉庫 買一部車 你才知道說當時 當時有一個這個 我們的號稱啊 像因為我以前服役的部隊 我在那個486這邊講過嘛 叫政戰特檢隊 以前就是國民黨的東廠 有個Mark有沒有 黨政軍特不得刁難 那個真的是 就像那個我們看電影裡面 那個曾子丹演的那個東廠 像青龍一樣對不對 拿出來誰敢刁難的話 我就辦 你知道嗎 可以把人給帶走 就那個年代是這樣 大家心裡想說 你說的是萬華 你說的是那個 武漸秀占 不是不是 我現在講的是真的 那時候你如果敢在這個 公共場所或是哪裡 那麼說跟這個 等於說對政府不利的東西 就可以把你帶走 帶到哪裡 警備總部 反正要羅織什麼 非常簡單啦 非常容易 弄一個自匪不報給你 就像余登花一樣 就莫名其妙就抓去關了嘛 所以他的影響有多大 他的影響到 後來整個黨外雜誌 整個黨外運動 蓬勃翻成 就從那時候開始 就從余登花被栽贓 好 那栽贓他的吳泰安呢 後來怎麼樣 吳泰安後來啊 因為這樣子出庭咬余登花 余登花判8年 那吳泰安呢 判死刑 當然吊哈吉跟他講 這假的 這個司法對不對 演戲 所以有一天呢 來通知他的時候 吳泰安還去買了這個皮鞋 西裝 為什麼 因為準備出去以後 要去吊哈吉當大官 結果那天來找凌晨的時候 那麼來帶走吳泰安 他穿著皮鞋擦著不熱量 然後他出去準備說沒事了 帶到刑場 槍決 真的打了 槍決前 他的遺言就只有一句話 我對不起余登花先生 碰就打掉 你知道嗎 這就是吳泰安的案件嘛 到後來有調局的高官出回憶錄 還特別把這一段 寫在他的回憶錄裡面說 如果當時調局沒有炮製 這個所謂的吳泰安案 然後沒有故意去把這個 余登花呢 說成是匪諜 把他抓去關 就不會有橋頭大遊行 就不會有美麗島大審判 美麗島大審判的那些律師 蘇貞昌 陳水扁這些人 全部到後來都成了台灣民主運動 甚至於民進黨成立的中間的分子跟骨幹 就沒有後來國民黨的政黨輪替 所以你說余登花一個人影響大不大 非常大你知道嗎 他一個人影響到整個後面的 整個局勢的改變啊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人家為了感念他 你看他的媳婦余成月英 就當選了高雄縣長 他的孫子余政縣也當選了高雄縣長 那麼包括余齡雅對不對 他的孫女余齡也當成那時候省議員等等 余家班跟黑派就這樣奠定了 在所謂的高雄縣區 現在已經合併了 以前高雄縣區 事實上就是余家班黑派的勢力 現在高雄黑派還是很有影響力 還是這個等於說余登花老先生 那時候奠定下來的一個政治基礎 所以你說他重不重要 但是大概我記得余登花老先生 後來是在家裡面遇襲而亡對不對 這個是台灣最離奇的一場懸難 八大法醫一起驗屍 甚至於還包括外國人 非常著名的美國的法醫學專家 位器都來到台灣 為什麼呢 余登花在他晚年的時候 就住在八卦寮 他住的地方 那個時候剛好是他生日的隔兩天 他跟生日隔兩天發 因為呢那麼生日隔兩天了以後 晚上沒有人陪著他 到早上的時候 有人要來找他的時候 發現都聯絡不上 所以後來就通知大家來看看什麼 余登花 請各位聽清楚我描述的場景 如果是你你會怎麼覺得 那個場景非常的詭異 余登花滿臉是血 人已經斷氣了 然後呢全身赤裸 那他的浴室跟他的房間有糞便 然後他的這個床啊 是有那個蚊帳的嘛 蚊帳的一根那個柱子呢斷掉 蚊帳掉下來 然後緊接而來地上還有血跡 你看到這樣的一個場景 你會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命案 因為他已經是命案了 因為余登花老闆已經過世了 那到底是什麼 可是我告訴各位啊 這是一個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能破的一個懸案 因為很簡單 因為當時關心則亂 所以呢一堆人想要搶救 然後呢一堆人想要進去了解 所以你知道警方竟然是 第三批才趕到命案現場的人 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都有這種觀念對不對 警方到了現場拉封鎖線不准動 誰進去過對不對 那麼從包頭 為什麼因為怕你頭髮掉下去 毛髮掉下去 包腳 怕你腳印破壞 然後呢包括手套 包括甚至有時候還戴口罩 那你不要讓你的飛沫掉到這個地上 進去所有的見識人員呢 做DNA做這個指紋毛髮的比對嘛 不好意思那是現在才有 民國87年以前啊 在這個等於說民國87年以前啊 還沒有那種觀念 很多人沒有觀念 甚至已經見識小組連手套都沒戴 那問題是那更早的時候呢 那怎麼樣呢 那更糟糕了 為什麼 都破壞掉了現場 第一個到現場第一批的 到第二批的 甚至連媒體記者都踏進去現場 你知道嗎 等到警方來第三批了 完了 那時候監視單位 那時候也有派監視單位來的時候 心裡想完了 為什麼 現場幾乎都已經破壞殆盡了 現場最重要的 剛剛說的 毛髮 指紋 這個所謂 DNA 那時候沒有DNA啦 不過那時候 大概能找的 大概都找 想辦法找就對了 但監視單位心裡已經有數了 很難了 就算現場是怎麼樣 你也很難了 因為太多人進到現場過 也破壞了這個現場 好 重點來啊 那要驗屍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命案 因為餘燈花嘛 然後呢 又是 那時候還是國民黨執政 當年的想法 大家認為國民黨什麼事幹不出來 對不對 那會不會是政治暗殺 那一連串你看喔 包括林義雄家裡的滅門血案 然後包括這個的陳文成教授的命案 所以大家聯想到 會不會又是一個政治謀殺案 所以呢 大家就來了以後 那當然檢察官來了以後 法醫驗屍嘛 那驗屍的 我們不是說他滿臉是血嗎 那事實上後來在出驗的時候發現 他的後腦這邊有 重疾傷 所以流血 懷疑是因為 這個重疾了以後導致於昏迷 然後出血過多而死亡 那麼為了慎重其見呢 怎麼辦呢 那當時的 我們台灣的法醫界的太斗 楊日松 就一定要來 也來驗屍 但家人一開始的時候排拒解剖 就是因為沒有解剖 所以後來怎麼辦呢 你沒有解剖 你查不出死因嘛 對不對 所以想盡後來是 後來跟家屬一直溝通一直溝通 溝通到沒辦法 是由檢察官下令強制解剖 但是為了慎重其見 不能只有一位或兩位 當地的法醫 或者是連楊日松 八大法醫 大概我們台灣事實上呢 那麼台灣的法醫啊 我們大概在台北 常聽到是楊日松 對 事實上呢 在南部 有一位這個也是一樣 在南部的法醫的地位 也是非常權威的 不輸楊日松的 匪啟林 南洋 北洋南匪就對了 兩個都到 然後呢 還有包括 這些地方的法醫 還有包括一些醫生 因為呢 那麼他們家瑜伽班裡面的人 有人也是醫生 所以也納入 然後還有包括後來發現 他的這邊喔 這個傷口很鄰近 地方有兩個傷口 那後來去查才發現 原來是在案發之前曾經跌倒 跌倒了以後有縫合的幾針 送到醫院去縫合 有縫合幾針 那位縫合的醫生一起請來 所以所有的人全部都請來 那麼因為余燈花的手 本來被發現疑似抓傷 但是有皮膚科的醫生說 會不會不是這個抓傷 而是皮膚病的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激症就對了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有不同的見解 然後來了以後 包括楊日松 他就說 因為楊日松 他對外發言 他是說後面有疑似 鈍器打擊兩下 他就講了這樣兩下 事實上他也沒講錯 為什麼 因為離得很近的 兩個傷口很近 那因為最後研判 有可能是 因為在地方 楊日松就講了一句話說 地上有一灘血跡 地上不是他城市的地方 有一灘血跡 因為他又滿臉是血 所以懷疑 是不是有人用鈍器 偷襲他 突襲他 打他的後腦勺就對了 家屬都是這樣懷疑 那是不是這樣突襲了以後呢 那把他給弄死 給他們謀殺掉 家屬一直認為是政治謀殺 那不同的法醫 有不同的意見跟看法 所以那個時候 甚至為了這個 楊日松也是 跟這個其他人的看法意見 也不一樣 那甚至於連 說話要憑良心 這句話都講出來 所以那時候到底怎麼樣 因為那時候楊日松一句話 頂得過所有 這個檢調單位 可是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那因為來了以後所有的人 意見不一樣 有不同的看法 但唯一大家的共同看法是 他的死因就是頭部 後腦這個地方的傷口 而這個傷口有兩處 為什麼 因為一處剛剛講過了 之前跌倒的嘛 是不是因為太接近 所以蹦開了以後 造成血流不止 然後當然也可能是 會不會有腦腰的問題 為什麼不知道 那因為那後來怎麼辦呢 包括美國的法醫學家 魏氣也來了 但是台灣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只讓你在旁邊 但是你不能抄刀 不能幹什麼 因為你不是台灣的法醫 那還有國格的問題了 因為魏氣也曾經在 陳文哲命案的解剖 也讓魏氣先生 魏氣教授也參與 那後來呢怎麼辦呢 大家最後八大法醫 跟這個相關的醫生呢 就發表了一個 共同簽名的一個文案 但是這簽名的文案 沒有寫名是自殺 他殺什麼 沒有特別著名 但是裡面有特別著名 就是大家共同連署 簽署就是 我們都同意的一個點 是什麼點 致命傷就是後面 就是後面這個頓傷 這是對的 後腦這個地方頓傷 血流過多 那就各自解讀了 為什麼呢 有的法醫 那麼跟這個檢警單位 他們的解讀是怎麼樣 因為去查出來說 在當天 在高雄八卦寮 就是余燈花所住的 住處的附近 發生停電 停電 也就是因為 那麼有找到所謂的證人證實說 他們當天晚上經過 這個瑜伽的時候 發現燈沒有亮 因為在二樓 臥室在二樓 八卦寮的二樓 發現臥室都沒有亮 沒有亮的話是不是就沒有電 因為附近還有停電 沒有電 那請各位重新緩回那個命案現場 我跑社會新聞通常就是回到命案現場 命案現場因為被迫害光了 但是找來第一個發現的人 然後你第一個發現的人 你是不是映露眼鏈是怎麼樣嘛 那他大概敘迫這樣 余燈花沒有穿內褲 然後呢 那麼臉上都是血 他的廁所跟他的房間有分辨 那麼他們後來做了一個連結 懷疑說是不是因為之前一兩天 那麼慶生吃壞肚子 這是檢警單位自己的推測跟一些法醫 他們推測是會不會是因為吃壞肚子鬧肚子 然後呢當天因為那麼就他一個人獨住嘛 然後呢緊接而來因為停電 所以他想去上廁所 那想去上廁所 老人家有時候會把這個內褲褲子脫掉 要去廁所的這個過人當中 那麼結果不小心跌倒 不小心跌倒了以後呢 通常會做一個動作就是手會去扶東西 所以呢他的床圓那個柱子 有一根有沒有就掛那個蚊帳柱子 有折斷 有內凹折斷的現象 蚊帳呢有掉下來的那個狀況 然後他跌倒了以後呢 跌倒 跌倒了以後 剛好旁邊衣櫃下方有一塊 大概像Y字形三角形的那個地方 有血跡 那為什麼 因為魚燈花後腦的這個傷口 有點像Y字形 有點那個樣子 那本來呢楊日松懷疑啊 他後面有那個解剖 有小塊像木屑的東西啊 那麼他們也有法醫認為那不是木屑 那個可能是一種那個人體老了以後的一種纖維 不同看法就對了 所以呢後來有關於他殺的部分 他殺跟政治謀殺的部分 一直被淡化 一直被淡化 那淡化了以後呢 就傾向於因為要去上廁所 又停電不小心跌倒要去抓 然後呢又跌倒 然後再度頭蹦到 然後呢等到這個 等到那時候他還沒有昏迷 但是呢那麼因為跌倒了以後 所以呢他發現涼涼的 所以他自己用手 然後摸了一下 還摸了一下臉 這個是他們當時的這個研判啦 摸了一下臉 所以解釋說為什麼他的臉喔 沒有傷口都是血喔 然後呢摸了以後呢 可能年紀大再加上失血 再加上之前那個傷口崩開 所以導致於他昏迷休克而流血不止而亡 當時這個案子就用意外死亡結案 那就把他結案 當然你用意外死亡結案 我說過這一切都是你的推測嘛 那推測是根據當時的這個 環境 環境證人的說法嘛 可問題是環境都已經破壞殆盡了嘛 所以呢當時檢警就用這個方式的結案 那麼余登花其實啊 他的老伴過世了以後呢 曾經有一位照顧他的 那形同跟他在一起的同居人啊 那麼當時也有人指向懷疑說 是不是這位同居人 那麼也給他約談偵訊過 不過後來呢 根據其他募集證人的不在場證明等因素 把他給排除在外 那時候讓他受的委屈了 那麼可是問題是 余加班的人呢 始終不能接受就是 你說這是一個意外死亡的事件 但是余加班的人 都認為這些矛盾太多 你知道嗎 這你說的那個場景矛盾太多 包括為什麼昨天停電 那為什麼這個等於說很多的因素 他們認為你們說的這個狀況對不對 他沒辦法接受 所以呢那麼這麼多年來 都已經經歷了這麼多年 他們一再的在呼籲奔走 就是能夠重啟調查 那你呼籲奔走重啟調查 不過我說過了 就即便是國際監視專家李昌鈺 都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現場的激政已經全部被破壞殆盡 所以呢 這個很可惜的就是說 還有一個案子很類似的就是 劉邦友官邸血案 劉邦友官邸血案的現場 其實如果你是看過的話 很小小一塊而已 那個警衛室 在裡面槍殺了八個人 那可是問題是為什麼不能破案呢 其實有七枚半的指紋 到現在比對不出來 然後呢 現場甚至於還比對出 曾經在門上面 門框上面 採集到一枚指紋 竟然是遠在好幾公里外 桃園一個警察的指紋 但他說他從來沒去過 所以就沒有辦法解釋 可是問題是 也是換了同樣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桃園官邸血案 也是因為進去第一時間為了救人 所以進去的人太多 結果後來進去的人太多了以後 把很多的唯物激症 然後破壞 又留下了很多 可能不是嫌犯的激症 你不要看 一個腳印踩過一次 踩過兩次以後 整個激症又不一樣了 進去的人 那麼他的這個毛髮 他的DNA 可能又殘留在裡面就對了 我告訴各位 劉邦友血案是 有指紋 有DNA 驗不出來 有一天搞不好突然間 指紋跟這個等於說 DNA驗到 砰就破了 那余登發命案是這樣 余登發命案是 以當時 那麼當時國民黨這個等於說 主政下的檢警的相關調查系統 他就直接用我剛剛說的那個方式 把他給截案掉 但對余家班來講 那是在他們心裡面永遠的痛 永遠的迷 他們想要一個真相 不過隨著這個 楊仁松法醫已經走了 然後呢 這些激症不復留存了 所以事實上 你想要翻案重啟調查的可能性 為乎其為啊 但是呢 那麼不管真相是怎樣 因為余登發老先生那時候其實年紀很大 八十幾歲了 那麼但是啊 他生前 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性 那尤其對抗國民黨獨裁 那種等於說敢於自己小蝦米對抗大鯨魚啊 那麼自己本身呢 那麼在派系這個 那時候黑派並不是最強的 在那個時候替我們台灣 在這個高雄留下了一個民主的命脈 去對抗以國民黨為主的派系 所以余登發老先生 我說他改變了全台灣 甚至於讓這些年輕人 你們現在可以高興的在網路上面 一邊打怪一邊打什麼 一邊打武器可以幹狗對不對 你可以言論自由 你可以在校園裡面 都跟余登發有關係 我說的完全不誇張 也完全不離譜 是的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很多人 就覺得說好像投票對不對 選舉我要選市長選總統 好像就很自然嘛 這就是就是這樣子 你要知道在當年度的時候 台灣投票不是像你想像中說 地方自治啦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投啦 大家一定都一樣的 不是你想像中那樣的 就算投了也可能沒用 我教育人 教育媽祖部許士賢 口小狠 那麼張柏亞他的媽媽母親啊 那麼他自己本身呢是醫生 然後呢他自己本身是博士 然後他非常的優秀 然後也敢於去衝撞 國民黨的體制 他在當嘉義市長之前選過嘉義現場 落選 落選過一段時間的以後 有人在嘉義那個偏僻的地方 找到一代又一代 許士賢人家鄧后宜的雙票 哇 那為什麼呢 這些選票絕對不是這個 開票投票鬼開出來 然後呢是許士賢為什麼 因為當時開出來了以後就混在一起了 對 當時開出來開票 許士賢一票誰一票 然後就混在一起了嘛 這些票全部都是許士賢的 而且量很大 然後就把他一麻袋一麻袋的裝 丟棄在 掩埋在這個地方沒有人知道 結果後來發現 蛤 都是口水的那票就對了 當年是用這樣做票的嘛 最後做一個總結 你以為開票就OK了嗎 開票國民黨主政下也不能相信 元帥東征黃信介信概先的 黃信介已經過世了 年輕人不認識他 他從台北民進黨的黨主席 直接到花蓮 然後去參選立法委員 結果開票出來呢 第一票落選 等於說他算是自己高票 但是只差一點點對不對 落選 那個是有史以來最離譜 為什麼知道他們做票 國民黨候選人相關的這些做票 不是關燈 連關燈都省了 各位 數學你看過吧 數學你知道吧 這個投開票所要開907票 如果開出1000票會怎麼樣 這不對啊 當然不對啊 人是哪來的啊 不好意思 在花蓮這次選舉 就出現這種現象 有好多個投開票所開出來的票 比他的投開票所要來投票的人還多 這不用做票啦 這哪需要做票 那就是直接把一疊一疊的選票 塞進去那個投票箱裡面嘛 直接塞進去就好了嘛 這叫做無機票的做票 你知道嗎 無機票的做票 最少你要開出來的票 不能多過一倍開的票吧 你自己本身就不能多過那個 等於說你的投開票的人數嘛 所以這一次馬上就 啪的原因啊 沒有什麼好講的 這次所有人都抓進去關 你知道嗎 那你要知道 要有多少人同心協力 才能夠做成這樣的一個做票 真的 所以各位 有投票的機會 年輕人千萬不要覺得說 那投票沒什麼對不對 我不要去 你錯了 這一票人家常講神聖的一票 神聖一票投下去 代表你的公民權 你的權利 而且是無數人 犧牲生命財產所患得 才有你投票的這個權利 OK 所以最後的結論呢 真的也非常謝謝瑞德哥 跟大家做了這樣子一個很好的結論 那天王的這一集 我想大家心裡面呢 應該有很大的一些感慨 如果你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 也歡迎按讚分享 開啟我們的小鈴鐺 謝謝瑞德哥 謝謝他 謝謝 名字幕由486團購提供 最新最棒的家電 現在就上486團購